2024年1月5日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 一架刚使用两个月的波音737飞机 起飞不久 一个封闭舱门突然掉落 机身出现一个大洞 所幸飞机高度还不到5000米 所有空服人员和乘客都吸住安全带 若飞机达到万米以上 大洞将导致机舱强烈减压 没吸安全带的人会被吸出舱外 后果不堪设想 你担心吗 第一爱恶果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调查发现 固定机身门的四个关键螺丝 竟然没有螺栓 最近半年 波音飞机连续发生了十几起严重事故 去年12月20日 达美航空一架波音757飞机 在亚特兰大机场等候起飞 空管人员发现 飞机前轮脱落滚下斜坡 急忙通知机组停飞 1月28日 美联航的波音737客机 从拉斯维加斯起飞 驾驶舱玻璃突然破裂 紧急降落丹佛市 3月7日 美联航一架波音777飞机 从旧金山起飞时轮胎掉落 砸毁停车场的一辆汽车 所幸无人伤亡 飞机紧急迫降落山基 3月15日 美联航的一架波音飞机降落后 地勤人员发现 机舱下部 一块面板不见了 波音向来以管理严格 品质优异的百年老店自豪 为何接二连三发生这样低级的失误 一系列事故 都指向飞机组装最基层的装培线上 有人分析是因加速赶工所致 波音公司 前高级经理艾德皮尔森 早在2018年 就曾多次警告公司高层 737MAF生产线工人劳累过渡 零件不合格 卫生产进度 而减少质量检查等严重问题 但从未得到回应 发生两起导致346人死亡的 空难后 波音一直坚称 不是飞机质量 而是飞行员训练问题 这次仓门事件 波音首次承认飞机制造 有缺陷 内部人士披露 缺少有经验的质量检查员 疫情期间 许多资深质量检查员离开 疫情后 公司没把他们请回来 另一方面 专家认为 质量检查员 只是杜绝罕线错误的最后屏障 合格的装配工人 才是质量的保障 波音公司近两年实行了多元化 公平和包容性的所谓 DEI政策 改变了招工标准 人们的质疑 拼命追求多元化 导致员工良有不齐 一位大学黑人教授发推说 我想了解飞机生产线的更多情况 当入门资格被放宽时 不可想象的事情就会发生 没人想因为 DEI这种社会工程而丧生 根据波音公司公开资料 人事部门的首要目标 是大幅提高黑人比例 到2025年 要增加20% 其他族裔都不考虑 请注意 波音用Black而补称飞翼 并以此夸耀 证明了 DEI政策就是以肤色来决定 员工的录取资格 有工人爆料 公司雇用了连卷尺都看不懂的人 并强迫工人与之合作 对不合格员工的包容 给复杂精密的飞机埋下隐患 企业家伊隆·马斯克抨击波音 将多元化和包容性 置于飞机安全之上 波音两年前开始改变了奖励方针 传统上依照乘客安全 员工安全和产品质量 给高管发奖金 而新方针是以DEI政策的推进 作为奖励的依据 高达25%的薪酬 取决于这些目标 马斯克发问 你想乘坐一架优先考虑 DEI招聘 而不是乘客安全的飞机吗 DEI会害死人 圣经上说 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 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 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 便是犯罪 被律法定为犯法的 圣经的教导 严谨一概 发人申请 波音公司若坚持DEI政策 事故就难以杜绝 当飞机坠毁时 乘客不会因肤色而有不同结局 乘坐DEI原工造的飞机 你放心吗 每天一点点 世界大改变 订阅就是支持 转发也是宣教 请您继续关注新事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